刚刚那个雪儿老师说 她的全套银是侍您打造的 是吗 这得多久要打造 她这一套差不多用了八个月主义吧 八个月 这个还是加 这还是加 再快一点了 对 就加班加点的给我赶的 所以当时那会儿小学那会儿 就看到师傅在做 对啊 然后当时就很 觉得很神奇 我就看师傅 就把这个银条 就敲着敲着 它就成这个样子 你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觉得神奇 然后开始学这个的 对 所以就隔三差五的 也会去到师傅店里 然后到我高三的时候 我买了一只 你太可爱了 我买了一只鸡 然后我就强行拜师了 强行拜师 一只鸡就烧买了 主要是我是看重它 对飞梨传承的一种肉案 喜欢这样的 本来这个东西是传男不传女的 就是它传给他们女孩子 嫁出去了 就把鸡头带出去 回手有万人天 来方家学会了嘛 现在我们的思想 跟以前的思想不一样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学这个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 我都会教他们的 传承 就是把这个飞梨传承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辉广出去 对 格局很大 师傅 大老师不得了 没有 那 问一下老师 对你这个学生的 做出来这些艺术品 你就打多少分 觉得还可以吧 因为他每做一个产品 他都是用心去做了 咱就说多少分 多少分 我就这样迟在一分 我已经很得罪人了 你还不要再添一道 九十分 九十分 好高啊 你只剩下十分的发展空间了 我会继续努力 那我想问个问题 其实对于匠人来讲 纯手工它是很耗时 对 很耗人工的 对 他可能没有办法产出 足够多的产品 去支撑你们整一个团队 能够很好地活下去 你们会存在这个困扰吗 我们也有这样困扰 所以的话我们就把那些 就老手艺人把它全部请回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做 这个营饰做这些订单 那你们做得很好 就是其实吧 就纯手工的东西 特别是非裔文化的 贵点我们能接受 因为知道它的人工成本 真的非常地精美 咱们买 买 现场直播 比如说 洞哥手上这个 这个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小戒指 按照你们的想法 你们觉得多少 五百 五百是吧 好的 给他吧 给他 全丢了 全丢了 拿去 再走 怎么了 谢谢 那实际上呢 本身营饰的成本它不高 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工艺 所以它的成本也就 多少 百来块 百来块 你没有那么收成本 这个是你们商业机密 不是 我们一百 我们卖也是卖百来块 卖百来块 那很划算 那你们收少了 但是因为 其实我们就想把我们 贵州这边的东西 给传出去 我觉得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 其实讲实话 我觉得它才是我心目中的 真正的一个奢侈品 这是我心目中的 就不错了 我们中国的国潮好物 是的